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及其副手万斯 则是来到了民主党铁票舱之一 明尼苏达州拉票 28号万斯隔空炮轰哈里斯 撐起发展绿色能源市场骗局 实际将会让美国损失更多的制造业岗位 28日万斯在妻子和一对儿女的陪同下 来到明尼苏达一处餐馆 与民众互动 并从公共安全到移民议题上 大肆炮轰哈里斯 在访问中有民众几次提出要修完边境墙 万斯给出肯定答复 他还作出诸多承诺 如上任后将降低通货膨胀 取消对小费征税等 那么帮助我们的大选择 最终包含兴 我们也要关闭时间 然后我们也要关闭时间 我们需要暂时 我们需要了解暂时 我们需要暂时 那是咱們的承诺 宣经我们住下 万斯还称 阿里斯及民主党陷入了绿色能源骗局 实际上导致美国制造业严重外流 而特朗普和他想让制造业回到美国中西部工业老区 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重振当地经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